作词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诗歌 习汉语 江西财经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课程 我是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余老师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诗歌与思想 我们前面讲到诗歌是一种文体 从特点上讲 诗歌语言简洁明练 重视韵语节奏 从样式上讲 诗歌分为诗词曲三种 现在我们再从时间上 看看诗歌的发展历程 一 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 诗歌在中国远远流长 根据时间进程 我们首先可以把诗歌 简单分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 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 大致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为界 古典诗歌及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诗歌 现代诗歌也叫新诗 及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诗歌 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 提倡白话 出现了很多用白话写的诗歌 例如胡适的蝴蝶 蝴蝶 胡适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呼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写于1916年8月 通过对一只独自在空中 飞着的黄蝴蝶的描写 抒发了诗人远离家人 孤身一人在国外求学的 孤独苦闷之情 现在看来 这首诗内容直白简单 用词朴素自然 但是它的意义非凡 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 我们也可以根据语言特征来区分 比如 白日衣衣衫近黄河入海流 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光芒万丈地 将要出现了哟 新生的太阳 在黑暗的尽头 太阳扶着我站起来 同一事物 古代文言用日 现代白话或普通话用太阳 这是因为古代文言词汇 以单音节为主 现代普通话词汇 以双音节为主 再如 春风又绿江南暗 明月何时照我还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 春风又把江南的暗边吹绿了 古代语法规则和现代语法规则有所不同 比如 词类活用现象较多 与序不同等 因此古典诗歌使用文言词汇 或古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则 现代诗歌则使用白话词汇 或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 和语法规则 当然 现代人也会模仿前代写作诗歌 即以古典诗歌形式 书写现代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感 例如毛泽东的《七律长征》 《沁元春学》等 因此这些作品也可以归为古典诗歌 二 古典诗歌的十个阶段 我们把古典诗歌分为十个阶段 三个名歌阶段 三个文人诗阶段 三个诗歌顶峰阶段 一个尾声阶段 一 名歌阶段之一 第一本诗集 《诗经》 《诗经》也称为诗 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是中国第一本诗集 收集了公元前十一世纪 至公元前六世纪的诗歌 共有三百零五首 诗经是由劳动人民一代一代集体创作的 后来由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编定 在写作内容上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成就最高的是风 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例如人民的劳动与生活 爱情与婚姻 风俗与习惯 觉醒与反抗 国家的战争与摇曳 祭祀与宴会等等 在创作风格上 诗经是现实主义的 因为它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和劳动场景 诗经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源头 在语言形式上 诗经大多是四言诗 注重押韵 例如尖家 尖家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在水地方 二、文人诗阶段之一 第一位诗人屈原 上面讲到 诗经是劳动人民一代一代集体创作的 孔子也不是这些诗歌的真正创作者 公元前四世纪 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位诗人屈原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 由集体歌唱 进入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是当时楚国的一个政治家 十分爱国 所以在写作内容上 屈原的诗歌主要写政治理想和个人抱负 以抒情为主 代表作品有 离骚 天问 酒歌等 在创作风格上 屈原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 因此后人把屈原的离骚 看作是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 屈原在自己的诗歌中 使用的是他自己国家的文学样式 方言身韵和风土 物产等 所以在语言形式上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例如《离骚》中的诗句 路漫漫漫其修远西 无将上下而求索 再比如《湘夫人》中的诗句 渺渺渺 möglichst秋风 《洞庭波西》目页下 这两首诗中的《烯》就是于原的《楚国》很有代表性的语气词 屈原有很多学生 他的学生宋玉 唐乐 锦差等人 也纷纷效仿他写一些类似风格的诗歌 后来有人把屈原和他的学生的诗歌 结成一个诗集叫楚词 所以后世把这种文体称为楚词体 或者也叫骚体 这是因为屈原的离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诗经中的风和楚词中的离骚 代表着中国古代早期诗歌的最高成就 后世合称为风骚 三 民歌阶段之二 汉乐府民歌 公元前三世纪之后 中国进入到了汉代 汉代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朝代 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交流大多开始于此 丝绸之路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中国人也叫汉人 中文叫汉语 文字叫汉字 中国的一种传统服饰叫汉服 大多就是来源于汉代的汉 乐府是古代音乐机关 秦代就有汉实沿用 主要是收集编撰各地民间音乐 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 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在内容上 汉乐府民歌和前面所讲的诗经中的风是一样的 都是以叙事为主 描写现实生活 与之不同的是语言行诗 诗经大多是四言诗 而汉乐府大多是五言诗 例如《十五从军针》中的诗句 《十五从军针》 《八十史得归》 《道逢五乡里人女》 《家中有阿谁》 岳府诗中的《孔雀东南飞》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 叙事诗 全诗三百五十余句 一千七百余字 也是岳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 四 文人诗阶段之二 汉卫三曹七子和十九首 公元二十级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人 他们有意识地向民歌学习 和民歌不同的是 汉卫文人诗多以抒情为主 文人五言诗最成熟的作品 是汉默的《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民歌文人化的显著标志 深刻在线了文人在汉默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 追求的幻灭与沉沦 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抒发了人生最基本的情感和思绪 语言朴素自然 情感生动真切 此外还有建安文学 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一个小高潮 代表人物是三曹和妻子 三曹是著名的政治家 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直 他们的诗也大多以抒情为主 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例如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辟入朝露 去日苦捉 凯当一康 忧思难忘 何一解忧 唯有杜康 清清紫敬 忧忧我心 但为君故 陈寅至今 五 文人诗阶段之三 田园山水诗人陶谢 公元四至五世纪 出现了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和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 陶渊明的诗表现出对淳朴田园生活的热爱 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 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 这样的思想感情 这样的诗歌内容显得特别可贵 陶渊明代表作有归原田居 饮酒等 我们学习过饮酒第五首 谢灵运的山水诗 陶渊明代表露自己对自然的赞赏 还有悟道后的欣喜 总之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 山水田园诗在唐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 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 六 民歌阶段之三 南北朝民歌 公元五至六世纪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民歌是继 《先秦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 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 南朝民歌亲力缠绵 更多反映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 北朝民歌粗广豪放 广泛反映北方社会的动荡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习俗 如南朝民歌抒情长诗西周曲中的诗句 《菜练》 《菜练南唐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轻如水》 《智莲怀秀中》 《莲心彻底红》 《一郎郎不至》 《阳首望飞红》 抒情长诗西周曲和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上面讲的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和北朝民歌木兰诗被称为乐府双臂 7.顶峰阶段之一 唐诗 公元7至10世纪 中国进入到了唐代 唐代是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朝代 这一期间 中国与日本、朝鲜、印度等其他国家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 唐代也是中国诗歌鼎盛的时代 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 唐代有名有姓的诗人 共有2536名 诗歌有48900多首 此外 还有很多诗歌以及诗歌作者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 唐朝之前的诗我们一般称为古体诗 唐朝之后的大多数诗称为格律诗 这是因为古体诗不注重格律 格律诗特别讲究格律 那么什么是格律呢? 格就是格式格局 指句数、字数、对账等 律就是英律指评字、押韵等 格式和规则 唐代诗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的诗歌大多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 想象丰富奇特 思想奔放 语言清新自然 继承了处诗的浪漫主义风格 他被后人称为诗仙 杜甫的诗歌大多结合时事、书写百姓故事和家国情怀 境界广阔、思想深厚、语言深沉朴素 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风格 被后人称为诗圣 李白和杜甫分别代表中国古代中期现实主义诗歌 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成就 后世合称为李杜 圣堂出现了两个诗派 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 边塞诗派以高氏、陈申、王昌林、王之焕为代表 他们合称为边塞四诗人 圣堂边塞诗作格调雄魂、悲壮 都用七言歌行或七诀 例如高氏的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熏 北风吹燕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意 天下谁人不识君 你看高氏写边塞 苍茫而不凄凉 写颂别高远而不悲淒 这边是描绘大漠边塞的风与雪 那边是书写小院梨落的花语院 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是王维、孟浩然 他们以书写山水景物 反映田园生活为主要内容 例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这是我们学过的 他们的诗都抒发闲适 隐退的思想情绪 色彩清淡 意境优越 都用五颜绿绝和五颜古体 《圣堂诗歌》总体上热情洋溢 豪迈奔放 即使是那些描写山水田园的 田尽优美之作 也是光彩奕奕 生气盎然的 文学上的圣堂结束于杜甫去世 八 顶峰阶段之二 宋慈 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是中国的宋代 慈在宋代得以鼎盛 宋慈根据内容和风格一般分为两派 豪放慈派和婉约慈派 豪放慈派的特点是 内容光顾家国 境界广阔 语言豪迈 风格悲壮 代表词人有苏氏和心气急 苏氏不仅是诗人 还是画家 书法家 他的词我们学过念不教 赤壁怀骨 婉约慈派的特点是 内容侧重儿女风情 境界柔婉 语言起立 风格清新 代表词人有刘勇李清照 李清照是一位女诗人 她的作品多于她的人生经历相关 例如她的词作 深深漫 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 惨惨七七 炸闹 炸闹 黄寒 时候 最难江西 三杯 两盏 淡酒 整体烫 晚来 风急 九 顶峰阶段之三 圆曲 公元13世纪到14世纪 是中国的元代 元代流行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叫圆曲 圆曲一般分为杂句和散曲 杂句属于戏曲范畴 金句的源头就与杂句有关 而散曲属于诗歌范畴 狭义的圆曲指散曲 例如马智远的小令 天晋沙 丘斯 这首小令 我们也学过 十 尾声阶段 明清诗歌 公元14世纪到20世纪初 是中国的明朝和清朝 明朝和清朝最发达的文学题材 是小说 不是诗歌 明清的诗歌主要是继承唐诗和诵词 相比而言成就并不是很高 因此明清诗歌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尾声 明清诗歌的代表诗人有余谦 龚自珍 纳兰姓德等 例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银边冬至极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勿武 化作春仪更护花 以上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 总共十个阶段 三个明歌阶段 三个文人诗阶段 三个诗歌顶峰阶段 和一个尾声阶段 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三总结 中国有一位学者叫李雨棠 他在他的英文著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吴国与吴明》中写道 在我看来 中国的诗歌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在中国 诗歌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文学样式 也是检验一个人的文学水平高低的 最简单可靠的方式 通过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 诗歌已经将一种人生观 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里 这种观念是 慈悲心怀 热爱自然 美化人生 上面的话 恰恰可以说明 诗歌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 首先 对于普通人而言 在中国两三岁的小孩 就会念诗歌 诗歌里的一些道理 就像宗教的教义一样 被从小告知 其次 对于文化人而言 因为诗歌讲究语言 简练和格律节奏 能够看出文人的写作水平 最后 写景就是写情 写诗就是研制 诗歌体现了中国文化 四 作业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 我们布置一个作业 写出一首你印象最深刻的中国诗歌 说一说原因 当然 你也可以写一首中国诗 短一点的没有关系 写好后 发给我们的志愿者助教 谢谢大家